自动驾驶的到来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自动驾驶的到来 会导致很多过去的游戏规则 全部发生变化 比如说以前有罪驾 这个罪名就是什么 抹得了 因为抹得人了 所以罪驾没有了 以后有个罪名叫人驾 就是人开车你就有罪 因为机器判别风险的能力 会高过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全中国都自动驾驶的话 大家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汽车保有量是三亿台 那就意味着三亿台 全部要推倒重来 三亿台 平均每台十万块钱的话 是多少钱 三十万亿 如果平均每台是二十万块钱 六十万亿 我们今天中国的GDP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一百一十万亿左右 一个汽车行业的更新 就可以达到六十万亿 这是第二 第三 自动驾驶以后 那个车 你能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吗 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因为不用人开的 不用是前面两个 后面三个的位置 一个车子 那就看你喜欢什么了 比如说四川人 一上车 那就是一桌麻将 广东人一上车 就是一桌早茶 福建人就是功夫茶 洋茶了 喝茶了 以后的车子就不是车了 以后的车就是 智能移动的什么 空间 大家一定要深刻理解 为什么一个分众传媒 它能够值1890亿 值2000亿的市值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在商务区上班的人 平均每天花在电梯上的时间 是多少 三分钟 三分钟就会成就一个 2000亿的市值的企业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特斯拉 为什么那么贵吗 因为我们每天花在汽车上的时间 要多少 要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坐车的时间 所以你以后坐车就不是车了 6G时代的到来 万物相连的时代到来 谁可以颠覆手机 你知道吗 谁可以颠覆那些 所有的APP 我们中国有上千万个APP 就是6G 你上车以后 你不用手机了 你开口讲话就可以了 来来来 给我翻一下京东 把京东的画面 啪 就就打出来了 在汽车上 然后你说 来来来给我下单 我买个台零 然后啪 台零就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说 淘宝 我就看看力了 啪就出来了 你只要开口讲话就好了 你现在突然发现 你不需要什么了 手机 万物相连 好了 6G以后万物相连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你能想象吗 未来是一个无限美好的关系 现金嘛 讨饭的时候 能够少个5块钱给我吧 以后乞丐就不这么乞丐了 我们的支付你的费用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不是货币了 是时间 是光阴啊 也就是说你打工一个月 你大概赚到了2000个小时 以后买杯奶茶 30分钟 我们会用光阴来决定 你的生命的价值 那乞丐怎么起的 请给我5分钟 这时候你就把你的手 跟他的手一对接 啪 万物相连 5分钟就过去了 所以以后人跟人的交情 那都是过命的交情 给生命啊 5分钟啊 给5分钟 大约美好 中国是互联网应用技术 全球第一的国家 这个国家还不美丽 这个国家会非常非常的美丽